台平 李漆偉 Kiwi這球比較客氣喔 沒有看籃框 因為剛過來的時候 只有他一個人在左邊的45度角 李漆偉 這球三分球頭短了 前面劉俊廷跑起來 有沒有機會起飛 結果吃了 李漆偉一個火鍋 但是裁判有哨音 這兩個都是跳將 其實我在之前轉播的時候 我就常講到Kiwi 他在大學就非常喜歡追魂過這球 主要是他的臂展是他的優勢 來看一下 我裁判是吹的犯規 所以台平這邊當然是很不高興 我們看到哈總也是幫自己的球員抱不平 剛才超哥提到李漆偉在大學時期就喜歡追魂過 非常 他是明道大學的 對 那高中是基隆商工的 他手其實很長 就是我們說的臂展 對 那當然俊廷的爆發力也是更不在花下 可是俊廷的爆發力 因為剛剛這個動作是單腳起跳 對 因為剛剛那個腳步你雙腳就來不及 所以他做一個單腳 所以飛的沒有那麼高 是 因為我們一看就大概知道 單腳跟雙腳對有些運動員來講 他的習慣性也會不一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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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